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4号星期四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了一款产品 就是这款KF94鱼型口罩机加上打包机 大家看一下这个焊接,还有这个成品 接下来我们工程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嘞,这边我们是4个物料的 KF94鱼型包装机,因为这个是气象轴,可以出去使用 这个是感应物料,这个感应器是感应物料的 如果没有物料情况下,它会报警 然后往这边,这边我们的鼻梁条 鼻梁条,这一条最后的,再看一下,再调出去 然后往这边来,往这边,这个秋篇器,秋篇器四个 然后我们的张力是,往屏幕来,往屏幕,我们这是可以调节 这个可以靠感应的自动调节了,这非常方便 然后往这边来,我们的滚轮,这边压滑轮 然后刀膜,刀膜到滚轮 这边的话是,它结那个布料成型的 然后到这边,也是一个齿膜,齿膜跟刀膜 和两个滚轮 什么意思,可以控制嘛,效率 它在我们的页面 三个语言,中文,英文,韩文 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带分两个 分两个的,分两段 耳带机,耳带机,传电缸 然后加一个,内折耳功能,内折耳 然后我们的包装机 包装机的块是链条,块链条 电缸,电缸是送料 然后这个我们的放料的地方 这边我们送两个下,送两个下这个包装机的块链 这个调温度,温度器,这个可以吧 四个温度,热风 在热风分四个,分四段 然后再往这边是切刀 切刀也是,切刀也是上上 现在温度多个调节 我们下面这机箱四个四伏电机 主要动用就是控制上面这些 大家看一下这边有四个四伏电机 热风波是20k2000瓦 看呀,啊 20k2000瓦 这才就是只有几个热风波 这才是两个热风波 嗯,两个热风波 符合的 我们这一款四面风 包装袋 四年一托一的 然后现在它是一个对标的 对标 对标的功能 在后面看一下 这光杆啊 这个是光杆 这光标 它靠,它靠,对 靠近黑标 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我们长度都可以调节 现在长度是270 然后宽度103 都可调节 嗯,好的 嗯,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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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